那么长溪漏的一般来说 我们的五毫米以下的长溪漏 我们都可以在内经下进行一个叫 这个冷切除 比如说我们用个火箭签把它一加 加掉或者用个圈套器直接一套一炸 就把它炸掉的 这种呢一般来说不需要住院 完全可以在门诊进行治疗 那么如果说这个长溪漏大于五个毫米 我们要需要用电去切除的话 电刀 这样的话就有个延迟性的 这个对粘膜下层的损伤 甚至对基层的可能会有损伤 这种情况下呢 只要你用到电 那么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你住院观察一到两天 这样的话呢比较安全 万一出现 长穿孔的症状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发现它 避免你去走弯路 甚至于我们即使里面有穿孔 我们可以立刻进去或者出去 我们可以立刻当场进去 长进去把它进行修补止血 但你要在家的话 万一早期的你没有发现 那么我们的肠子人的消化液食物 漏到我们的肠腔里面去的话 那就后面就比较危险了 需要开刀需要抢救等等这些 所以说呢五毫米以下的泄漏 我们一般的不需要住院 大于这个我们最好是要住院治疗 观察两三天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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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